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陆九零海儿自家 他们现在一些股价那方面已经回到30块的一个水平 陆陆九就是对比一个海儿自家来讲 就是一个蛮大营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股份 它在海外那方面的一个市场 像六日是蛮大的 而且它就是南投股里面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板块 因为自从就是看见在国内的话 一个有关的防疫的疫情 就是做一个方块以后 现下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能量那方面也增加了很多 所以我会看就是家电股会有一个很爆发的一个上扬的一个离道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买入一个仓客实业 虽然现在我们看见大市 那个表现就是蛮波动 现在已经倒跌切过10% 但是看见今天仓客实业 它表现也蛮好 现在还是反弹切过5% 已经回到104.5这个一个水平 其实我认为它对市场的一个抗跌也是蛮好 唯一真的是如果大市再度有一个很软重的一个回调 出唤了2万亿的一个水平 就是唯一的一个风险 它就可能是跟随一个大市做一个大跌的一个情况 要不然的话 我自己会看如果它的股价回到102块 就是看它一个买入的一个决定 我看到这一支股份目前已经冲高了 上升了超过5% 目前暴在104块 距离您这个目标价位也值110元 不是太远了 是不是这个投资策略还是比超短线的这种投资目标为主呢 暂时我是看跳短线的 因为暂时在春节之前的时候 我们看见在获利盘那方面是蛮多 还有在看见港股呢 就是对比A股是更早做一个 交易的那方面的一个情况 所以没有北水的一个支持的话 我暂时也不会做一个中长期那方面的一个投资 还是会做一个短纯那方面的一个投资 所以在目标价的话 我是定在110块一个情况 就可以做一个获利盘 还有就是因为在那个3月份的时候呢 就蛮多人会看有一个很多的一个 一个异准的一个事情一个发生 特别会看见就是那个香港会有一个 业绩期的一个情况 一般的一些上市公司会在3月份公布 他们的全面的一个业绩 所以我会担心可能在3月份的时候 在那个港股那方面会有一波的一个 蛮不好的一个波动 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现在 如果是投资陆陆久的话 是做一个短期的一个投资 一般我们看好这个家电股 就是会看好一些 比如说房地产业务 那房地产业务它属于是这个 家电是属于它的下游的这个一个业务嘛 那这个股份又是部署海外在欧美 特别多这个业务在海外 那您是不是也同时看好在欧美方面的 一些房地产方面的消息呢 欧美那方面的房地产的消息 我认为应该会有放慢的一个情况 特别因为我们看见现在 美国特别美元指数已经回到102块以下的一个水平 就是说现在美元已经贬值了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看见就是汇丰的股价不断创新高 因为一些的英镑还有就是人民币 他们会做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 所以为什么我对那个美国的一个房地产 那个焦头量认为应该会有放慢的一个情况 第二就是会看一下 现在呢我看见就是如果做美元定期的话 短期的一个定期 它的一个利率是蛮高 但是做长期的一个定期 它利率不太高 就是因为很一般很多人就是看待 就是那个美元的一个走向 特别就是因为可能是美国会踏入到 一个经济衰退的问题 或者是在过去三个月 看这些CPI做一个回调的一个情况 所以还是会看 就是那个利率不会增加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可能是回值到0.5的加息 或者是减慢到0.25那方面的一个加息 所以为什么我自己暂时的看法 对那个美国的房地产 没有真的是太看好的一个情况 一般就是看它美元到现在还是贬值 嗯 明白 好了 接下来不多的时间 给您回顾一下之前推荐的一些股份 回顾一下1月4号 您推荐的股份是2500起名医疗 我们看到昨天前天一度是高见过 18块8毛6的一个高位 今天就有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调 一度是下挫至了最低见15块4 那目前呢是报在16块2毛8 对于这支股份 您目前的这个投资策略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之前您是看16块这个目标价 是不是应该获利离场呢 暂时我会先看获利离场吧 因为现在都已经在春节之前 我们看见春节之前我们还有就是大概是两天的一个假日日 所以蛮多的一些获利盘也会出现 今天我看见获利盘的出现也就是蛮明显的 所以你看见今天那个医疗的股份在昨天已经出现一个很好的一个获利盘 今天2500我们也看见它跌幅切过6% 当然也就是因为2269就是药明生物 它同样就是在春节之前也做了一个配股嘛 所以也就是看见它也做了一个获利盘 所以我会建议在16块的时候先估出 然后等到就是春节以后我们再看一下港股的一个表现 再做一个决定 没错你提到这个药明生物 昨天就被这个主要股东减持套现 以这个70元配股价套现接近40亿元 那昨天股价一度差低限过了68块6 今天股价还在这个配股价之下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又有两只生物科技股来到配股 其中之一就是亚盛医药配售了2250万股 那配售价是大概在24块4毛5 那另外还有一只就是落回健康是折浪8% 以每股28块8 3毛8是配售超过2700万股 我们最近发现很多这种生物科技股出来这个配股 是不是短期 可不可以认为是不是短期行业股价见顶的一个信号呢 那如果在部署相关的板块方面 是不是应该小心一点了 暂时因为其实在去年11月底吧 看见就是医疗的板块 就是最先反弹的一个板块 所以为什么会看见 最近也蛮多的一些的公司走出来 做一个配股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看见最先做一个配股的公司 就是一些领房的公司 物业管理的一个公司 然后也看见就是科技股 二线科技股是维亡 它也做了一个配股的那方面的消息 现在医疗已经走出来了 所以你看见就是在春节之前 我们一般会说颜巾是比较紧张 流动性那方面是比较紧张 所以他们现在会做的话 就是合理的 一般因为在那个3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了 就是做一个传练的一个业绩 他们一般也有钱 需要一些钱 去可能是派息 或者是把他们的一些盈利回现给一个股东 或者是做下一年 他们今年的一些报处 就是会做一些资本开支那方面的计划 所以现金流那方面的回处 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怎样做是一个 蛮合理的那方面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做法 所以医疗股目前还是今年的一个投资主线吗 如果长期要看好一支的话 您会推荐哪一支呢 我认为就是医疗股现在还是一个中长期 我们应该唯一可以投资的一个板块 除了就是一个资源股以外 因为医疗股的话 现在随着就是国内已经把一个防疫的措施放宽的时候 很多人也就是依赖一些线上的一些医疗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的医院 他们到现在已经回复 做一些平常的一些手续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医疗的方案的话 我自己认为就是一个做一个中长期 一个蛮好的一方面投资 如果你问我真的是在做一个投资的话 可能是看一下2269 就是那个耀明生五吧 因为其实耀明生五 你看见他在股价反弹到现在的时候 只是做了一次配股 但是耀明生五他最喜欢就是做什么 做投资做一个配股 所以我认为他应该会等到股价 再回到就是80块的水平 再做第二次配股 还有在过去我看见他配股的时候呢 大概是三天之内 他的股价就是会做一个明显的反弹 所以今天你会看见他的跌步 已经做一个明显的周灾了 所以如果要部署这个耀明生五的话 限价是不是一个这个适合的买入点呢 上网多少块呢 是您的一个目标价呢 我会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 买入一个耀明生五的话 可以看一下就是66块这个价钱 那现在你看见今天已经在 十天线69块以下的一个水平 现在在周六十八点八五 但是我因为认为港股可能是会有一个压力 回到两万一千三的一个水平的时候呢 就应该要看低一点点 达到66块才去买进一个有关的一个票 然后可以看他再回到就是72块 这个做短期的一个投资 好的这个如果是称低的话 就要到66块回到66块的一个目标 那另外看目标就短中 应该是短线来看 是看待72块的这样一个目标水平了 好了我们这一节也是非常感谢Kimi 请问您刚才所提提的股份 自己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 好的那今天投资朋友圈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